1月6号星期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火力加油站 我是站秦文斌 我是Pauline 陈丽兴 是的 那今天的课题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 现在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流感 就是H1N1 所以稍后我们将会有我们的专科医生 来跟我们畅谈 到底这个病毒应该要怎么样 来把它给打击 所以待会大家一定要留守 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没错 那又或者是你像Pauline一样 一直在生病的话 然后有关注最近的新闻 就发现到好像有肺炎来袭 那在新加坡其实已经有发现到 这个肺炎的案例了 所以我国的这一个关卡就特别地小心 尤其是在武汉旅行回来的朋友 又或者是从武汉入境的朋友呢 都要经过这个身体温度的检测 才可以进到马来西亚来了 以防这个肺炎传到马来西亚来了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卫生部 对于这个肺炎的事件 就是高度戒备的 所以一定要测量这个体温 如果是大家有感觉到不是呢 真的也是要马上地就医 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肺炎 好 肺炎呢其实它就是一种 呼吸道与肺间质发生的一种炎症 那通常呢就是受到病毒 或者是细菌的感染而引发的 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通过空气 所以也是非常迅速地 可以就是传播开来的 没错 而且它传播的每一届 因为很就是空气嘛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个 感染的风险蛮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感染上肺炎的话呢 症状又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你会就是胸痛了 然后再来就是会发热 还会有这个浓痰 而且会持续咳嗽 然后呢会导致你呼吸困难 这一些都是肺炎的症状 那如果你发现你好像有这一些 以上的症状的话呢 那就要急忙赶快去看医生了 你很可能就是患上了肺炎 对 那当然预防的方法 除了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外呢 当然还就是要戒烟酒呢 就是避免这些会降低 你免疫能力的这些情况 还有就是勤洗手 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手呢是干净 不然呢可能在细菌传播 或者是你手上沾染了这个病毒 或者是细菌呢 然后你吃进去呢 就很容易受感染了 没错 那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这个肺炎跟我们今天要谈的 HRN1病毒是不一样的 是的 可能症状有些许一样 是 对 都是生病啦 没错 没错 都是我们来说都是生病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详细跟大家谈的 就是这个流感 HRN1跟肺炎不一样 那就是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流感是怎么传染 你要怎么预防 记得要守住黄金教育账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大主题 上个月15到28日之间 沙巴亚比出现A型流感 H1N1病例 至今有8位孩童不幸受到感染 患上H1N1的孩童年龄介于1到12岁 所有病童先经情况稳定 另外卫生局正在采取措施 预防病毒蔓延 并教导公众如何预防染上病毒 H1N1是种季节性的疾病 病毒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容易透过空气 唾液 鼻水 咳嗽 打喷嚏等方式传播 H1N1病症并不严重 但对一些群体如小孩 年长者或孕妇等 风险性就特别高 甚至引发其他疾病 H1N1跟一般感冒有什么不同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是的 那就从这个沙巴的一些 H1N1的那个爆发的一些事件 就有这个八名的小朋友 就是确诊就是确实患上了这个H1N1 到底这个病毒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一次听到H1N1 H什么N什么的 大家就嵌入口慌 觉得说好像又要有流感来袭了 是 那其实不只是沙巴的 这八位小朋友会上黑水 我据说 已经其实在巴生谷一带 都有找到这个案例 还有病原的存在的 是 所以还是请上我们今天的专家 他就是内科级肾障壮顾问 林树仁医生 林医生 你好 学生好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谈谈 其实这个H1N1它是一种 季节性的流感 好像就是年末 可能就是转季节 可能会不会就会 季节性流感其实是比较适用于温带国家 在温带国家 北半球来说的话就是 它的季节通常是10到3月 南半球的话就是4到9月 马来西亚属于热带国家 所以以我们的国家角度来说的话 这是个常年性的传染性疾病 所以你可以看到流感的病人 从1月到12月都会有这样的病例 在我国发生 了解 那就之前12月份的时候 2019年12月份 就是那个沙巴那几种案件 那现在的情况那些都稳定了吗 一个礼拜前其实我们的卫生部 我们的卫生总监有发布一份报导 他有说到近半年来 其实我们我国的流感案例 有着上升的趋势 不过和去年2018年比起来的话 其实的波动是不大的 还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算是可控制的范围内 当然其实这个流感的问题 不只是在沙巴 其实深美兰洲 柔佛 甚至是巴申谷一带 都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但是一切都还是在受控的范围内了 是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H1N1 可能就会联想起十年前的时候 2009年有一次大爆发 那时候也是搞到人性惶惶的 对 最后一次的大流行 其实是在2009年 那个时候也是H1N1 在20世纪总共有多达四次的大流行 全部都是由A型流感导致的 好 流感有分 所以它的种类有分不一样的吗 对的 其实有几种不一样的流感病毒 那我们就逐一来了解一下 其实有分为哪几种呢 所以最普遍跟最严重的那一种 就是A型流感 我们也可以称作甲型流感 这种A型流感容易传染的原因 是因为它容易发生变异 每一次发生大流行的时候 就是当这些病毒它病变 好 人体没有对这个病毒有抵抗力 所以才会人传人导致很严重的大流行 很多时候A型流感不只是影响到人类 它也会影响鸟类 马肢或猪肢 好 那有没有这个疫苗可以防范呢 其实是有的 对不对 对 其实以现在的医学科技 我们的确是有疫苗可以对付A型流感 好 另外一个比较普及的就是那个B型的 那个B型跟A型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B型流感 如果你只是单单说A型流感的话 它其实总共有144种不一样的病毒 这么多啊 对 对 H1N1就是其中一种A型流感 它们是以它们的表面蛋白H跟N来命名的 所以它们的组合可以多达144种 所以H1N1只是144种的其中一项而已 对的 了解 而B型流感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们比较不容易变异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所谓的很严重的疾病大流行 是因为B型流感的 B型流感基本上只有两个C 一个叫Yamagata 另外一个叫Victoria 当然我们有疫苗可以对付这两种病毒 好 了解 那C型呢 甚少对人类造成疾病的原因是什么 C型流感比较普遍建于猪肢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C型流感会感染人类 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看过很多C型流感 另外一个比较不同的是 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流行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地去制造一个疫苗 来防止C型流感 好 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来了解 就是受感染的部位通常会哪一些呢 受感染的部位通常是上呼吸到肢痛 你的鼻子 头部 支气管或是肺部 这个跟肺炎好像有一点点类似 对的 刚才你们所说的那个武汉肺炎 是 怀疑可能是空气传染 不过和流感不同的地方是流感的传染是比较倾向于你的鼻子 跟你的口腔的分泌 脱液 对 它们都能造成同样的问题 可是它们的传染方式很不同 都不一样 了解 传染管道 然后症状的话呢 症状其实好像跟刚刚提的肺炎有一点相似 是 通常病毒感染它们的症状都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以流感角度来说 当一个病人患上流感之后 他们的症状通常都是突发性的高烧 然后有肌肉酸痛 头痛 肝壳 喉痛甚至是鼻炎之类的症状 太为肌肉酸痛 这是我三天前的症状 你真的 主持人可能需要去医院解决一下 去警察一下 你要远离我 要远离我 好 那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就有一道问题 他的手机尾号是8635 然后他的问题就是 我怀疑自己受感染了 好像你一样 那是需要到哪一个专科医生那里去求医呢 其实流感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 所以那些普通诊所甚至是紧急部门 那些政府跟私人医院的紧急部门医生 都有足够的能力来帮病人确诊 甚至给予相应的治疗 不过总的来说这是属于内科的问题 内科的 对 内科的问题 好 那如果是感觉到自己可能 是不是怀疑 可能是怀疑自己受感染 那如果我们去一般的诊所 其实是确诊得到的吗 是没有办法 一定要去医院是不是 以现在的角度来说 很多普通诊所都已经有那些设施 来帮你确诊流感的问题 当然如果 你不太确定是否应该去普通诊所 还是那些政府还是私人医院的话 你可以到你附近的医院求助 因为以现金角度来说 马来西亚所有的私人跟政府医院 都有设施来帮你确诊你是否有流感 了解 好 我们在还没有去谈那个确诊方式之前 先来看一下这个流感的传染方式 刚刚医生说是唾液 对不对 对 主要还是人传人 对 所以说如果我怀疑自己患上流感的话 我就一定要远离大家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这是个病毒性的传染 流感的传染方式通常是通过你的病人的 口腔跟鼻子里面的分泌物 所以他们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所喷出的唾液会感染他周围的人 另外一个很容易感染的方式就是 当你咳嗽的时候你的唾液沾到你的手 然后你不小心地去跟你周围的人 触摸到了他们 他们也会因此而得到感染 可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病毒 比如说我现在跟这个 可能我受感染了 然后我跟对方握手 然后他就马上就受感染吗 还是说其实病毒可以在多少个小时内 他就会死掉了 对 当病患接触到其他周围的人的时候 比方像你所说的 刚才他们握手 病毒已经传到了另外一个人手上 病毒就会进入那位 即将成为病患的人的身体 潜伏在那里差不多一到四天 他们可能会在两三天后 就会有突发性的高症 所以他这样子握手的一个过程 就已经受感染了 对 病毒会在下一个病人身上繁殖 通常需要一到四天 然后他们才会有那些突发性的症状 所以不用说我马上握手 然后可能几个小时之后 我就有那个症状 他们的传染性是很高很高的 好 了解 可是是通过空气也会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空气其实它的传染方式 比较倾向于你的身体里面的分泌 要有一些接触这样子 传染范围通常是在一公尺以内 好 所以最强的传染范围 其实在那一公尺 所以通常都是 如果你和病人在同一个餐桌上面用餐 或是在客厅看电视 或是和他们打招呼 不小心接触到他们的口 口部或者是鼻子的话 那些都会增加他们感染流感的几率 了解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对 因为这里有写到说 大概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就会可以全副的 是不是医生 是的 没错 OK 那我们对于H1N1 大概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那稍后我们会细细地来谈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预防 OK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会传染的疾病又有哪一些呢 有些人比较注重口腔卫生 会定期清洁口腔或者是少吃甜食 但是如果他们的配偶 没有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这些人也会成为受害者 一项研究发现 一些腹部双方口腔中 均含有类似的细菌特定的DNA 这表明肤部之间的口腔细菌 可以互相传播 进而引起牙周病 牙齐炎和蛀牙等问题 癌症 宫颈癌 胃癌和肝癌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引起胃癌的是 幽门螺旋感菌 它能通过双手 食物 餐具 或者是粪便传播 因此要养成良好的 日常卫生习惯预防感染 而病毒性肝炎 则是引起肝癌的重要原因 它具有传播性 因此要特别小心 这种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腹腔疾病和肤植过敏症 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且具传染性 腹腔疾病患者的 一级亲属和配偶 患上非腹腔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也在增加 如克罗恩病 牛皮症 内风势性关节炎 狼疮和溃疡性 研究发现 这有可能是由于 双方亲密接触之后 导致肠道细菌的传播 进而引发疾病 欢迎回来 那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主题 就是H1N1流感 那最近就是流感上行 而且刚刚也跟医生 签订了一下 Polly 我好像似乎 真的是在前几天 真的换上了A型流感 但是现在的情况算是比较稳定了 那比起这个流感 有一些人听到另外一个东西 感觉好像会更可怕 小儿流感 这个东西跟A型流感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成人和小儿流感 都是同样一种病毒导致的 好 或者是A或是B C是很少的 别人常常说 小儿流感比较可怕 是因为小孩子生病 比大人难处理 真的 而且可能小朋友 他们抵抗力比较弱一点 对 其实我们有所谓的流感高风险群 小过五岁 甚至于小过两岁的小孩子 他们就是高风险群 另外一个我需要和大家解释的是 小孩子在感染流感的时候 他们通常发烧的温度会比成人还要高 甚至高到40度以上 40度以上 那不就很危险吗 对 真的 可能会烧坏脑子 其实发烧本身的危险性并不大 在这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要告诉那些在家里 有生病小孩的父母们 当你们在尝试控制 你们孩子的温度的时候 你们会给他削烧药 对 没错 所以市面上所普遍的退烧药是 巴拉斯达摩 就是或是Panadol 有一些药剂行或是有一些父母 有时他们发现到 为什么我的孩子的烧 并没有被完全地压制住 还是有38 39度 就算是他们一直很平密地 为他们喝药 我的记忆是 除了巴拉斯达摩之外的退烧药 不要去尝试那些非类固醇 种类的退烧药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因为有研究显示高风险群 小孩子 尤其是高风险群的小孩子 感染流感过后 当他们接受这些 非类固醇的退烧药 这会进而增加他们 感染那些流感导致的脑炎 这些脑炎有时是致命的 好 所以可能他在选这些退烧药的时候 真的是要正选 对 我觉得这个情况 还是带他去看医生最重要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高烧不退 因为流感的话 最好的方法还是就医 对 医生会给你比较正确的方案 对 没错 那刚才有提到 小朋友是其中一个高风险群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群 其实要特别注意 因为可能他们也是列入在 高风险群里头的呢 对的 不只是小过两岁的小孩子 是高风险群 其他高风险群包括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孕妇 哮喘病患者 免疫力低患者 比如说糖尿病 心肺病的 或是有癌症的病患者 还有一些是卫生保健者 包括我在内 对 因为可能每次接触到 对 医生 护士 医护人员 所以你先要做好防弹措施 我有接受了些种疫苗 所以他有这个疫苗还是可以保障的 那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流感 以及这个普通的感冒 他们坚重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其实普通感冒是一种统称 是一种病毒性感染的统称 在普通感冒 你可以经由流感以外的病毒导致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分辨 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为病人 进行流感病原检测的时候 普通感冒会呈阴性 流感会呈阳性 当然传染性 流感会强得多 普通感冒就比较弱 发病季节来说的话 普通感冒是无季节性的 而流感是有季节性的 不过刚才我有说过在马来西亚 我们没有季节性 所以我们比较有难度在于分辨 普通跟流感方面 体温方面流感会发高烧 高达40度以上有时 普通感冒的话 有时甚至都没发烧 或是轻度的发烧 发热时间也相对比较短 在普通感冒方面 而且我觉得跟普通感冒 最大的差别 流感 流感会全身痛 对 真的会全身痛 一度怀疑自己的普通症 对 一度怀疑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区别 普通感冒跟流感的分别 所以流感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会有头痛 全身肌肉 酸痛 甚至发力 是 普通感冒通常他们的症状 在于上呼吸道 鼻塞 流鼻涕 打喷涕 它们会比较严重 而流感就会比较轻微 那爆发的天数呢 有没有说可能这个流感会比较严重一点 流感的爆发天数会比较长 通常发烧是头三天 然后接下来的五到七天 病人病患的烧会退 上呼吸道系统症状也会 那些感冒 流鼻涕 咳嗽也会比较减轻 不过接下来的一到两个礼拜 它们会有一种无力感 就像我们的主持人这样 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大家现在不用害怕 因为它已经是好了的结果 对 这只是一种生病过后的无力感 这样子的无力感会持续多久 大概十到十四天 再忍一下 可以 要加油的 好 那刚才医生有提到 就是有这个潜伏器 比如说我现在 我跟这个受感染的人握了手 然后可能这个病毒我就受感染了 那这样子它在我体内潜伏的话 可能会一到四天 对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所以当你家里有一个流感病人的时候 传染途径就是通过它的唾液 它的口腔或鼻子里面的分泌物 有时甚至是从它的受感染的手 所以当它的家人不小心接触到它 如果他们不立刻洗手的话 那些病毒就有可能有机率 会进入他们的身体 潜伏在下一个病患的身体 大概一到四天 好 但这一到四天病毒做什么呢 繁殖 繁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们就会爆发 病人就会有突发性的发烧 肌肉酸痛 甚至是那些上呼吸道的症状 刚才有看到就是会有这个腹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是比较倾向于小孩子 研究显示10到20%的小孩子 当感染流感的时候 他们会有腹泻的症状 好 容易导致他们的水分流失 所以有一些小孩子 当他们喝不到水又有腹泻的时候 他们可能需要就医 尽量去打点滴来补充水分 好 可是他们这个流感 一旦你受感染了 它伴随着一定是发高烧 如果没有高烧只是腹泻 那不是流感了 以小孩子的角度来说 大多数的小孩 只要他们的免疫力够的话 他们一定会有发烧 那些抵抗力较低或是年纪非常小 或非常老的病人 他们有时他们的发烧会不是很严重 不过没发烧 并不能说他没流感 这个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医生刚刚有说 他可能患上流感了但没发烧的原因 是因为他打过疫苗 是不是 对 如果你的家里人 有一个流感的病患 而刚好其中一位家人 他们有接受过接种疫苗 他们身上有抗体 他们感染到的病毒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事情会发生 一就是没问题 因为抗体足够抵抗病毒的侵袭 另外一个就是抗体 并不能足够的完全的抵御 那个病毒的侵袭 不过他们的症状会比较轻微 可能就只是轻微的发烧 或是一点点感冒 因为当一有病毒进来的时候 新的抗体会出现 因为刚才有说到这个A型 它是不断地在病变这样子 对 病变 它之后会不会导致一些 病发症的一个衍生 这是可能的 尤其是高风险群 好 高风险群的病人 他们会有比较高的距离 来导致一些致命性的病发症 其中一个病发症就是肺炎 肺炎 气管或支气管炎 我们叫Bronchitis跟Bronchitis 心肌心包炎 是Myocarditis和Pericarditis 脑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小孩子 对 那个 千万不要使用肺类固存型的 推烧药 这会增加他们患上脑炎的几率 肌肉炎和中耳炎 也是其中一个会发生的病发症 所以这些炎就是导致 因为它里头在发炎 是不是一定要有发烧 然后会导致这些情况的产生 很多时候当他们已经有这些炎症 我们所谓的炎症 扩散到其他器官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非常非常地虚弱 伴随着他们的是很高很高的提问 了解 所以真的要及时就医 而且要确保自己的状况稳定 不然的话病发症可能发生了 会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 没错 那刚才就有在提到 就是这个流感 其实不只是侵蚀我们人类 动物其实也是会有包括在内的 那在这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会感染人类疾病的动物有哪一些呢 会感染人类疾病的动物 蛙肺结核 过去人类经常遭到牛结核分支杆菌的入侵 但是使用巴士灭菌消毒牛奶 以大程度地遏制这个问题 但是蛙并没有人类这么幸运 他们也会患上肺结核 同时将病毒传染点牛 长久以来欧洲欢一直被指责 是牛感染肺结核的罪魁祸首 为此英国政府曾对欢展开捕杀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果蝇 抑郁症 德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发现 当果蝇意识到无论做什么事 都无法改变充满压力的环境后 其行为便会发生变化 停止无谓的尝试 此时果蝇的动作变得迟缓 陷入了情绪低落的状态 科学家表示 这些表现与抑郁症类似 因此果蝇成为科学家 用于研究抑郁症 以及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新对象 五尾熊 医元体 医元体会导致人类患上性病 而在五尾熊身上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医元体感染导致欧洲东北部的 五尾熊数量锐减 在昆斯兰州 就有近一半的野生五尾熊 遭医元体入侵 医元体通过分娩 交配或者外伤 进行传播 可导致眼睛感染病失明 此外 这种病毒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感染 导致生殖健康等问题 目前 科学家也正在研究一种疫苗 用于遏制医元体的进一步传播 欢迎接受着火雷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H1N1流感 那其实它的诊断方法有哪几种呢 因为它跟一般的感冒好像又不一样 有没有说一定的一些特诊断的方法呢 这是对的 流感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采集病人的 鼻子 口腔里面的分泌物 就是那些唾液跟你的鼻涕 来通过一些直接抗原检测 我们叫Rapid Test 通常它的报告会在15分钟以内 就有答案的 这么快速 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双微微乐医药中心 通常从病人采集他们的分泌物开始 直到我们送去实验室 到报告回来的时间 通常是只需要在30分钟以内 那很快速 就比如说可能病人怀疑自己是不是 然后就去那里 然后只是哪一下 就是可能半个小时里头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病人是否需要药物治疗 那如果确诊是你患上的H2N1 所以这个流感的话 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吗 当一个病人确认流感之后 那个组织医生就会诊断病人 看它的严重性 是否有严重的发烧 严重的上呼吸道 甚至下呼吸道的症状 然后他也是会询问那个病人 病发期是几时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黄金48小时 黄金48小时 这个是怎么说 因为只要在48 研究显示 在48小时以内确诊的话 我们可以给病人抗病毒的药物 是一种口服药物 我们叫奥斯塔维 好的 它的很旧的称呼是特敏服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认识这个药物 只要在48小时以内 你给病人服用这个药物的话 他们的病发过程会相对缩短 然后也能减低死亡几率 或是患上病发症的几率 这种医疗这种药物对高风险群是尤其重要的 但是只能在这个48小时以内 其实如果比方说我有一个病人在72 甚至五天后才来见我 可是他还是有发烧症状还是很明显 或是他们是属于高风险群的病人 我还是会让他们服用这个药 48小时只是让我们知道它的效果是最显著 当你在48小时里面给他们服用这个药 48小时过后效果还在 不过没那么显著 它还是会有一些 还是会有效果 因为我需要给大众知道的一项讯息是 我们不能滥用这个药物 如果说有一个病人已经病了一个礼拜 比方说主持人 你现在来我的诊所 我确诊你有流感 可是你已经没烧了 你的人也比较好的了 我会告诉你 其实你并不需要吃这个Ostamivir 因为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是在滥用这个药物 迟早它会对药有耐药性 就是说药物再也不会对病毒有任何杀伤力 可是刚才我们特别有看到抗生素 对这个流感是没有效的 原因是什么呢 对 抗生素是对细菌感染才有效 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 流感是一种病毒感染 所以需要特别的抗病毒感染 抗病毒药物来治疗 所以在流感季节的时候 很多医生他们都不会特别地去 给他们的病人抗生素 因为他们大概知道 他们的病人大概是患有流感 了解 好 那这是应对方式 那其实这个是属于其中一种治疗吗 还是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治疗方式呢 当然预防是剩于治疗的 所以在我来说大众的教育 让他们知道怎样防止感染流感 甚至是接种疫苗这类的东西是尤其重要的 首先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表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勤洗手 你看Jan现在坐旁边 所以等一下吃饭前 马上一定要洗手 对 马上去洗手 那患者自己本身我觉得也要勤洗手 当然也不要去触碰自己的眼睛 鼻子 口等等的 这些都是很好的预防方法 对 好 然后一定就是 如果避免与这个病人亲密接触 这里指的亲密接触是多亲密 不要亲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病人的感染范围是一公尺以内 当然如果说你的男女朋友 患有感染的时候 就尽量减少一些亲密的动作 因为在一公尺范围里面 他都随时随地有可能感染下一位病人 那如果是家人真的是受感染了 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个隔离性的吗 还是怎么样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最好还是为病患准备自己的一个房间 把门户窗口关上 打开空调是不对的观念 其实应该把窗户打开 关掉空调 开风扇 让阳光进来 这样子那些有病毒的唾液 才会很快地被阳光杀死 所以要时常去晒下阳光这样子 对 但如果情况不允许的话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保持一个一公尺的范围 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尽量与病患稍接触 好 了解 当然还是预防很重要 所以打注射疫苗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疫苗是怎么样的 是每一年都要去打 还是打一次性了就可以永久 就确保你不会再染上了 有很多种理由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一直要我们每一年都接受 一个新的接种疫苗 这是因为这个病毒 尤其是A型流感 它们病变的频率太高了 所以你去年打 你去年所患上的流感 和接下来所患上的流感可能会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每一年都会更新 他们的疫苗 也就是说你去年所接受的疫苗 和今年的疫苗是不同的 会根据最新的发展 来给你最好的保护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当你接受抗体的时候 两个礼拜后接受疫苗的 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抗体 来应付病毒的侵袭 可是这些抗体也最多只能维持一年 只可以维持一年 所以是每一年都要去打 但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它这个潜伏期是一到四天 对 如果你受感染了 还去打疫苗 会有效用吗 这就因人而异 因为疫苗 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的原因 是因为 它把一些病毒的表面蛋白 打进我们身体里面 来产生抗体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来产生抗体 如果很不幸的 我有一位病人 在潜伏期的时候接受疫苗 这个疫苗其实对它那个时候的病情 并没有帮助 而另外一个情况是 它那个时候体弱多病 打进去的疫苗可能会免效 或是有抗体 可是并不能维持太久 所以一定要是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 健康的时候 然后才去打疫苗 这样才会起到这个疫苗的作用 最好的效果 最好的保护作用 孕妇可以打吗 孕妇可以打 安全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真的预防剩余治疗 还是要去打这个疫苗 非常重要 是 没错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多多林 谢谢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儿 三点钟八八六十四 有什么娱乐新闻 把时间交给八八六十四的Win Win 是的 带我三点钟的八八六十四 现场直播今天非常地精彩 因为会让大家看到有 卢广众马来西亚演唱会 城市巨响音乐节 还有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 2020的精彩花絮之外 今天也会有PRISCILLA AB 蔡恩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她的最新专辑 所以待会儿的三点钟 有我Win李世斌主持 待会儿见咯 这个时候继续 活力加油站 谢谢阿Win 想背待会儿的八六十四 也是非常地精彩 待会儿记得守着了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有物理治疗 教师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 千万别走开 我们可以进行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就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就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打开 一会儿做一个小时 打开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做一个小时 一会儿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会儿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鼻腔都不舒服 那有什么姿势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睡眠的吗 好 我们这边有几个种姿势 为什么睡姿那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可以舒缓这个比赛外 一个很好的睡眠有助于我们 提高我们的抵抗能力 真的 这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一个就是坐卧室睡眠 坐卧室吗 对 坐卧室睡眠 所以它是平躺 但是把它调高一些些 到45度左右 大概是15到90度左右 所以大部分通常就是45度 也是要看个人的那个舒适 那这上面跟下面又有什么差别呢 只是一个坐得比较挺 对 那个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角度的问题 它这个姿势 睡姿它有助于我们的 那一个肺部扩张 让我们的那个血液里的那一个氧气 氧气饱和度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用嘴巴呼吸也没有关系 就是它不会弄到你的鼻子 整个鼻腔是不舒服的 对 它就是不会有那一个很难呼吸的 那一个感觉 除了这一个坐卧室的睡姿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看到 可以把枕头再垫高一些些 试一试 对 枕头垫高或者是这个侧躺 那为什么不建议平躺呢 因为我们当我们平躺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腹腔的那些器官 会往上移的 往上移它就会挤压到我们的肺部 挤压到肺部 那么就会干扰到我们那个呼吸比较困难 尤其是对病患来说 就会比较更难的呼吸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建议大家 如果要平躺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比较高一些的枕头 但是我们物理治疗老师呢 比较建议的是侧躺 侧躺的话呢 就是可以在膝盖的中间部位 也夹一块小枕头 是不是 对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些 比较舒服 然后我们的脊椎也不会就是有一个弯 还是怎样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这样子的睡姿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其他部位的一些肌肉呢 因为刚才有说 就是那个H1N1的那一个症状 其中就有包括了肌肉酸痛 是的 没错 全身痛 那么肌肉酸痛就很广 所以我们今天唯有就是 焦点在两个肌肉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做 就是这个腰方肌和这一个腹外斜肌 对 它的那个姿势就只有一个 我们等一下会做那个示范 等一下我们再示范给大家看 还有另外一个是背部的 对不对 这一个肩膀这一边的 这一个叫做斜方肌 斜方肌 我们等一下要焦点 就是这一个上斜方肌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教大家 要怎么去就是舒缓一些 这一些这个部位的肌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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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像得到有感的时候 可能真的像我前几天 就真的是全身痛 然后痛到睡不着 对 对 可能你这一些肌肉它被病毒 然后入侵 那如果做了一些动作之后 可以舒缓掉这些疼痛 疼痛感那睡眠也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现在呢 技术老师 就会跟Jan来教大家做 可以怎么去舒缓这个 我们的腹肌旁边 侧腹肌 还有这个斜方肌 让你舒缓你的肌肉之后呢 也可以睡得好一些 睡眠好 你的病呢才可以赶快好起来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Jan 还有技术老师来看一下 这几个简单的动作怎么做 好 是的 谢谢Pauline 那是的 刚才就有提到 如果是赶上的这个流感 其实全身会无力 特别是你的肌肉 会感觉到非常地疼痛 那现在我们就要有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肌肉的 一些酸痛的情况 那当然如果我们在那种 很酸痛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马上请教我们的静淳老师 那我指寻 你好 可是我们做那个姿势之前 我们来先讲一个 这一个科痰的方法 这个科痰的方法叫做SCPT 它就是给那些身体比较虚弱 而且比较容易传的人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去把它刻出来的 好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学习一下 要怎么办 对 我们来看这边 看这个圈好像很多 它那个循环 我们从哪一个开始 从这个开始吗 从这个开始 控制呼吸 其实它是有重复 它只有三个动作 就是这个第一 第二 跟第三的 所以等一下 就是控制呼吸 神呼吸 以及吹胀 克弹 好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 来控制呼吸 控制呼吸呢 我们就先把 我们先坐着好 好 来 可以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是必须要坐着的 对吧 坐着它比较舒服 它就是会好像很紧绷的感觉 好 那怎么样 那主持人先把一只手 放在我们的横隔膜那一边 横隔膜 上一点 然后另外一只手可以放肚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 这个姿势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我们从鼻子吸气 不需要吸很大口的气 就不通的 吸气 然后从嘴巴呼出来 然后再吸 呼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的手是向外的 然后呼的时候 手是向内的才是正确的 对 那这一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持续做 20至30秒钟的 OK 就是一定要控制你的呼吸 对 然后第二个 我们20 30秒 呼后就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深呼吸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身体侧边 OK 就是 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胸下方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对 就是在我们的那一个 脖子的那一边 好 然后我们吸气 从鼻子吸一大口气 这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的手是向外 对 然后我们吸了 我们可以停一个三秒钟 一 二 三 然后我们再从嘴巴呼出来 这时候手就向内 好 这个动作呢 我们也是做三次四次的 OK 所以一定是要吸鼻子吸 然后呼的时候 一定要嘴巴呼出来 嘴巴呼 对 OK 所以不是不可以 用鼻子呼出来 一定要用嘴巴 用嘴巴呼 它可以确保我们 可以把全部的那一个气 气都吐出来 原因是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做了第二个 第一跟第二个步骤 我们都了解嘛 是 所以它的顺序其实是 一 二 一 二 一 三的 了解 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吹胀 对 吹胀是要怎么吹 吹气球 我们叫 吹气球 就是要这样 对 就是我们吸普通的一口气 然后把那个弹 因为我们已经松了那个弹 就要把它这样子 对 给它出来 好像那种咳的 可是它不是咳嗽 它就是那个吹胀 把它咳出来的感觉 对 我们可以做三次 了解 如果那个弹还没有出来 我们才用咳嗽 才把它咳出来 对 这个因为你知道里头 那个话弹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整个呼吸道 所以这个把那个弹 不要的这种东西 把它那个适量地 把它弄出来是对的 可是如果做完了整个系统 我们的弹还没有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再重复做 了解 好 所以这个呼吸的部分 大家真的是要非常地注重了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金春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还有那一个拉金的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明天的课题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 就是关系到我们的 据说这个洛神花是非常好的 它是植物界的红宝石 它的营养成分的功效真的是非常好 据说全身都是薄 所以明天记得留守我们的活力加油站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有什么一样的好的料理 可以介绍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Chef Tan 从Pedro Hotel 佛朗朗朗坡 康朗朗坡 我现在要教大家煮 海南鱼鱼鱼 因为海南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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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要放白豆 青豆和味豆放進去炒 用香草和胡椒 炒香大約五分鐘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醬料 首先要放油進去 爆香的咖喱 然後放薑草 炒至高登卡 我們放水進去 放雞蛋糕泥泥泥泥 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鴿蝦 首先要放鹽、胡椒粉、麵粉 上去炸,炸到金黃色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炸雞 首先要放油進去 熱了,我們煎慢火炸5至8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做的菜 油,我們會看到 殺了紅豆粉 很子肉 大蒜 蝦白糖 出芦 Mort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